I'm not ashamed to all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上帝在旧约中,减选以色列人作为他的子民时并没有考虑到什么因素 你好,今天中文版的《走国圣经》将学习生命纪的第七章1到26节并回答这个问题 下面我们先阅读一下1到11节 耶和华尼神,你女进入要得委业之地 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格加沙人、杨摩尼人、迦南人、比利西人、西莫人、耶布什人 共七国的名都比你强大 耶和华尼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 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静静 不可与他们立约 也不可连续他们 不可与他们结亲 不可将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 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 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力 不跟从主去示范别神 以至耶和的怒气向你们发作 就述速地将你们灭绝 你们却要这样带他们 拆回他们的祭坛 打碎他们的住下 砍下他们的木偶 用火粉烧他们雕刻的偶像 因为你归耶和华 你神为圣洁的名 耶和华你神 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 特作自己的子民 耶和华专爱你们 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能数多于别名 原来你们的能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 只因耶和华爱你们 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事 就用大人的手拧你们出来 从围奴之家 救赎你们脱离 埃及王法老的手 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 你的神 祂是神 是信实的神 向爱祂 守祂诫命的人守约 施慈爱直至千代 向恨祂的人 当面报应他们 将他们灭绝 反恨祂的人 必报应他们 绝不延迟 所以你要谨守 遵循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 律例 典章 那么摩西一直在警告着以色列人 如果他们希望在迦兰地一切顺利 他们就需要遵守上帝赐给他们的律华 如果他们敬拜上帝 并且遵守祂的诫命 上帝就会与他们同在的 然而如果他们随从偶像 上帝就会发露 他们就会从这一片土地上被消灭 摩西说 不要追随偶像很容易 以色列人应该很容易注意到 这一警告并将其付诸实践 但是你也必须问到 是什么导致以色列去追随其他的神灵呢 毕竟那个时候他们敬拜的都是真神 这一代没有在埃及长大 也没有见过他们崇拜偶像的神 那么是什么让他们去释放偶像呢 答案就是其他国家的影响 回想一下民宿记的第25章 摩亚能用拜偶像的女子 引诱他们去敬拜别神 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被告知 要彻底消灭迦南地上的人民 这样他们就不会被引向偶像崇拜的 因此当他们到达印水之地的时候 他们要杀死那一片土地上所有的居民 拆毁他们的祭坛 用火粉烧所有雕刻的偶像等等 以摧毁偶像崇拜所有的痕迹 那么在继续讨论之前 那我们先解决这个故事当中 经常出现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上帝是否赞成种族的灭绝 我们在旧约的其他学籍当中 讨论过这个问题 但是他值得去重复的 迦南的民族 不是因为他们是迦南人而被毁灭 而是因为他们是有罪的偶像崇拜者 拜偶像是对神的圣洁和品格的完全冒犯 上帝是我们的创造者 但我们却决定崇拜我们所创造的一些腐败的东西 上帝不会允许这种的行为逍遥法外 所以说以色列在这里被命令做的事 并不是说种族的灭绝 而只是执行神圣的审判 第二个问题是来自考古学 他告诉我们 迦南人在以色列征服之后 仍然追逐在这片的土地上 偶像崇拜仍然很普遍 如果这些考古学家读了整本圣经 答案就会变得非常清楚 在约书亚纪和四世纪的记载中 以色列人并没有听从摩西的命令 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地消灭了迦南人 而迦南人之后也完成按照上帝所说的去做了 也就是领导以色列人进入的偶像的崇拜 上帝也不得不经常纠正以色列的偶像崇拜 那么第六节列出的以色列要摧毁这些偶像的最终的原因 因为他们是圣洁的子民 敬拜圣洁的神 偶像崇拜是不圣洁和可征的 因此需要被摧毁 那么为什么神拣选以色列成为这圣洁的子民 超乎当时地上所有的民族呢 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能数比其他的多 当上帝拣选以色列的时候 亚伯拉罕还是一个没有孩子的人 到现在以色列估计有两三百万人 但是当上帝选择他们时只有亚伯拉罕 那么主必须拣选一个人来实现他的应许 他就拣选了亚伯拉罕 因为亚伯拉罕是一个有信心的人 因为亚伯拉罕神就用大人的手 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拧出来 并信首相亚伯拉罕起的事 他告诉以色列人这件事 是向以色列人表明 他们并不是比其他的民族具有更高的价值 下面我们继续阅读 第七章的十二到十六节 你们果然听从这些 典章 谨受尊行 约还你神 就必照他向你列主所起的事首约 是此爱 他必爱你赐福于你 使你能数增多 也必在他向你列主 启示应许给你的地上 赐福于你 身所生的 地所长的 并你的五骨 辛酒和油 以及牛犊羊羔 你必蒙福胜过万民 你们的男女没有不能生养的 牲畜也没有不能生育的 约还并使一切的疾病离开你 你所知道埃及各样的恶极 它不加在你身上 只加在一切恨你的人身上 约还你神所要交给你的一切人名 你要将他们除灭 你也不可顾惜他们 你也不可示范他们的神 因这必成为你的王罗 那么 如果以色列要笑话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 和他的信心 上帝会祝福他们 就像他祝福亚伯拉罕一样 这些祝福将会使人口的大量增长 上帝不仅会保佑他们有更多的人口 他也会保佑他们的收成 从而使他们能够养活 这个不断增长的国家 使以色列真正的富有 因此以色列将 门服于万国之上 上帝在这里对以色列人的这些应许 并不是无条件的 他是以服从为条件 这是我们需要记住的一个关键 因为在四世纪和整个旧约中 人们可能会认为说 上帝违背了他对以色列的应许 或者至少还没有实现 上帝并没有食言 以色列人没有遵守上帝的话语 如果他们有 上帝就会像他所说的那样去祝福他们 但不 他们没有摧毁这片土地上的人民 正如上帝所说 那些的民族将会是他们的网罗 因为那些民族教导以色列人去敬拜别人 因此这些祝福并没有实现 那不是上帝的错 这是以色列人的错 我们下面继续阅读 《生命记》的第七章 17到26节 你若心里说 这些国的民比我更多 我怎能感触他们呢 你不要惧怕他们 要老老纪念耶和华尼神像 法老和埃及纯地所行的事 这是你青年所看见的大摄影 神迹 启士和大人的手 并伸出来的壁板 都是耶和华尼神 领你出来所愿的 耶和华尼神 必照样待你所惧怕的一切人民 并且耶和华尼神 必打发黄蜂 飞到他们中间 直到那剩下而残夺的人 从你面前灭亡 你不要因他们惊恐 因为耶和华尼神 在你们中间是大而可畏的神 耶和华尼神 必将这些国的民 从你面前渐渐赶出 你不可把他们树树灭尽 恐怕野地的兽 多起来害你 耶和尼神 必将他们交给你 大大的扰乱他们 直到他们灭绝了 又要将他们的君王 交在你手中 你就使他们的民 从天下消亡 必有一人能在你面前 站立得住 直到你将他们灭绝了 他们雕刻的神像 你们要用佛粉烧 其上的经营 你不可贪图 也不可收取 免得你因此 落入网罗 这原是要化你神所真物的 可真的物 你不可带进家去 不然 你就成了当毁灭的 与那物一样 你要十分厌恶 十分真贤 因为这是当毁灭的物 那么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读到 神对以色列人的 所有的应许 只要他们忠于他 和他的约 但是当然 魔鬼有机会引诱 他们对当地人民的恐惧 就像对上一代人 所做的那样 既然地上的人 比以色列人还要多 这些国家存在的时间 也更长 拥有更成熟的文化 拥有大量的战争能物 以色列在埃及维图期间 成长为一个大的民族 他们虽然有上帝 但他们还没有 真正的民族的认同 他们的战士 成长的时间也不长 家长全地的人口 至少与以色列人数量相当 并且他们有聚能 为他们而战 这意味着 如果没有上帝 以色列人的征服企图 很可能会失败 摩西告诉以色列人 不要害怕 那么为了战胜这种的恐惧 他们需要记住 上帝已经为他们 所做的一切 他用大人的手 带领他们离开的埃及 并展现了众多的神迹 启示 以色列人在下西 穿越约大河的时候 要相信上帝对他们的允许 但是即使神要毁灭 这第三人的民 他也不会说一次 全部的毁灭 免得野地里的走兽 多起来会害到他们的 那么这个论书 使一些圣经学者 也得出结论说 以色列并不像 民宿记当中显示的 那样的强大 否则如果加拿地 是被一大群人接管的 野兽又将如何能够 多起来的 但是我们也需要去思考 如果上帝只是用一击 就打败了所有的加拿人 以色列人家需要 时间来居住 管理这个加拿地的 在那段时间里面 动物完全有可能 赚大接管了这个土地 因此摩西说的是 上帝会把这些民族赶出去 但是他不会立刻就完成了 而是在以色列 逐渐前进的时候 才会这样做 在约书要记当中 我们会发现 征服这一片的土地 需要几年的时间 才完成的 当上帝将这些人 交到他们手中的时候 再次重生 他们要烧毁 这地的偶像和祭坛 而不是将这些偶像 带入他们的房屋 作为纪念品 那是上帝所憎悟的 如果他们这样子做 他们就注定 也会要被毁灭的 就像加拿拿一样 好 今天我们的学习 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将在明天 回来继续接下来的学习 希望大家到此加入我们 再见 I am not ashamed to hold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Go for the gold I am not ashamed to becaus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